我陷入了一个回不回家的选择题 但一年见面的机会本就寥寥无几 还在犹豫什么呢 带上这些帮水产寄来的好料 还有他们新推出的汤料包 回家吃顿团圆饭 今天要煮六菜一汤 所以为了节省点时间 我今天全部都用帮水产的高汤包 也想借此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 高汤包的各种不同用途 第一道菜 药材纸包鸡 鸡需要先腌一下 之后加入玉竹当归和红枣 搭配的是养生药膳 先上汤 水滚起后大火蒸25分钟 第二道菜 海鲜冬粉沙拉 这里的洋葱要蒸一下冰水 水里加点盐和料酒 把虾仁和苏冬烫熟之后捞出 这道菜搭配的是 先上汤汤包 先用一半 高汤煮滚以后 挤入半粒柠檬汁 之后把半粒柠檬也丢进去 再加少许薄荷叶 用大火滚5秒 之后淋去沙拉上 剩下的一半就用来炒菜 第四道菜 药材虾 鱼竹当归和红枣 先炒出香味 之后加少许料酒 这道菜搭配的是 干贝药扇 先上糖 煮滚即可 时间有限 剩余的两道菜 焖面和砂锅海鲜 下期视频再次分享